这个文端 文端大家想说你会比较高费 这没法度 年纪太轻了 对对 这个虽然男人不可以说没法度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法度 因为主人的这个 大主人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 你差不多到第十二年过期了 就出头天了 所以你这陈子真知道的时候 我们四五年 他的生很害怕 所以我们的流鼻要和正常的流鼻 有一点没什么相同 所以一般来说尽量一盒子不要吸 就是说你可能用五盒子四十三 五盒子四十三 这个肥不用让他太多 刚好就好了 你可能他的这个淡素 这个吸收的量就比较不太多 这是我们人可以去做的 就是说含这个 给他的淡素的这个量 再来就是说 他有材料有钓多少 你都给他钓 以文端来说 但是很多我们会说 这比较精彩 我会流少 流少 他又生又更强 所以有时候他就会败 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理里 就是说十二年来 处理说给薄皮很难 如十二 如多年以后 他就钓少 但是他那个皮 就会越来越薄 所以后面就变 这边都给他钓少 现在呢 他如果钓 你尽量给他钓 不要紧 但是有的人都会 这个钓柄 他会认为说 好钓那么多 如果是这个 会较厚 买 以外的生 但是 在我个人的这个 看法里面 通常是不能好钓太多 你也是要 因为你那么多 没效 那让他加上钓 但是四五年 应该是用肥料来控制他的量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肥粉的部分控制好 不要让他钓少这样钓 钓少有钓不钓 我们很好 很好 就是说你薄肥 比较柔 较柔 但是就会比较少 如果是万一 这个 像过头 这 很黑的 很黑的 你就开始把他黏起来 把那个肥黏起来 他一定要让他 替他替脚 替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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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起来 皮就比較薄一層 所以不要過度的淡層 有時候這很困難 我告訴你真的很困難 就是很困難 因為他那種材料不知道 這就是 尤其差不多在七年裡面 驚死人 那真的很好吃 效率很好 這跟我們人 也什麼樣一樣 這通常是這樣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就是肥粉的部分 你把它控制 還有一個就是 落後刷 膏都會流失 所以那時候他還有水分糖 還有肥粉 他還知道 他會很會吃肥 所以通常就 要注意好 膠皮 其實膠皮最怕的 就是膠皮對後面來 就是這個 這個大米 如果你如果皮膠膠 但是吃起來 有湯有水有料 這樣才不會吃 我們一位田中朋友 他這個魚仔也很精彩 也七八年而已 但是他這兩年 他控制了不錯 就是說他的皮 也是很厚的 同樣很厚的 因為那個精彩 他為什麼比較厚一點 但是他這個 膠皮有厚 他不會打米 他不會打米的時候 雖然膠皮 但是大家第一印象 當然不好 那種魚仔 但是你看到那個形 如果不錯 白癡 在吃的時候 又還好 又QQ 不會這樣炒炒 吃起來 人家也覺得好吃 那時候就不太要緊 當然 我們種 當然在 這幾年 就是多少錢 多少錢 不了到錢 那時候 後來就拉來 就拉到我們的天下 那時候就要更加用心去顧 那時候來就比較薄皮 所以這有時候是 很困難 但是 這個膠皮 也會跟我們的關國有關 所以這個魚仔 進漲的時候 就放給你比較紅色 看不太好緊 這大概是 這部分的 給你稍微做參考 一般在做是這樣 之後你就去刷一刷 紅咖哩 這1分的6公斤 不要超過 你把它控制好小 要通常 這個皮 就有辦法把這個問題 將它降下下來 這樣 這是我們 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去用的 這個重點 這大概是 這個問題 酪梨的 這個酪梨的這個部分 如果剛在開花時 還可以 就是說 如果是要給刷 因為酪梨主要是 怕頭風 再來就是 太過頭冷 所以如果是 在那個風頭的這個所在 它也很會有落格 其實這個酪梨 的落格 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管音 就是說它比較不會刷 這個管音 它的一個品種 所以通常 種酪梨 我們不可以 不可以種古品種 一定要燒烤籃 燒烤籃 算它起來的 這個結果率會比較好 所以 這個先讓你 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它含這個燒粉 有一點 這個管理 當然你如果是說 可以幫它噴一頓 這個 凋割之後 噴一頓 算它開花之後 開山開了差不多 還是說稍微噴一下 這樣 它的一個效果上 效果上 它很好 這個我們日本來說 可以幫它 這個 做一個 所以我們 第一就是說 酪梨要種的好事 就是不要種古葬 你一定要種 幾種不一樣的品種 還是說一種裡面 你要吃不一樣的 一個這個灰 一般是他們都會去 配不一樣的 一個這個品種 開花 如果要調節的時候 你可以噴一下 噴一些東西 這個玉米素 這絕對是在它 佐果上 多少有這個幫助 就是說 它本來就是一些營養 一些天然細胞分類素 加多減 但是這個工作當然是幫助 有這個效果 但是 重要就是說 在它的一個 這個結果的這個食性 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說 在這個財皮管理來的 我們可能在這家 我們朋友應該要稍微注意到 這樣 所以 這你要稍微知道 這個 因為你如果是沒有 它的營養 這個關系 你如果是沒有 口水起來 營養 沒有說真好 它通常這個就比較不調 在我們家裡 這家 我們通常 通常我們看得到的 這種 就是說 這個 它有很多種不一樣的 這個品種 所以在這個品種上 你要去做一個這個貼皮 這樣 正常來說 它一年 差不多 抽三四遍的這個紅 它這出來是 這個 比較算 在我們嘉義這邊 大概嘉義台南 分寧這家 我們分嘉南 大概差不多十二月 應該就都會留在開花 比較嘉義那邊 可能 台南的可能十二 這十二月 現在來就一直漏漏漏漏漏 一直開 開到差不多 在這個五月這家 正常來說 它花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有的 它的品種不一樣 它差很多 所以要種落裡 最好是說 種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品種 但是那不要在太方 隨時都有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在開花 如果這樣 你有辦法收粉 有辦法收粉 它就很容易 來把它開花 所以他們這要稍微做一下 這個選項 所以 靜落裡是 在這方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品種 所以 不是說噴什麼 就一定會凋割 收粉 如果不好的時候 你噴什麼 有時候 這個 浩克雄 也不說得好 那時候 我算一張 因為那時候 也種一張 自己發的 發起來就給他 顧看看 那種一張 真的也是都賣掉 去噴這個 是數據 去噴CCPA 要給它單位結果 噴NAA 噴IAA 噴GA3 旁邊一百年回頭 有看花 也是都賣掉 所以這也是很好 算的 就是很難 真的很難 你如果沒有給它 自然的 沒有去給它 寻問 它的 鋼一張的 這個灰 你說 要給它 吊灰 很難 噴什麼 也不一定會吊 所以 如果是 勾一張 你就要 如果是有 有這個收粉 起來 一般來說 通常是 沒什麼要緊 因為 它的灰 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有時候 它這個東西 算 一鋼一粒灰 兩性化 但是 有時候 它的鋼灰 這個還沒熟 它沒火已經熟了 同一粒來 對 所以這很麻煩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一定要不一樣的 這個瓶頸 遮一下這個鋼灰 有受粉料 來遮這個一定 效果上還不錯 遮這個 讓您稍微對着 對 感谢观看